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 就是阿江帮我做的那个死者佳人的笔录 该不会是那个时候 大人 你是不是后辈的旧伤又犯了 不劳费心 大人 你要写什么 你告诉我 我来代笔 不用了 上官侄儿 你 我是书代笔 本就是我的职责所在 死者佳人与报官者所说一致 然后呢 现场附近 军务大盗 脱拽等痕迹 死者俱为自先前往顾皮处 疑似手人作案 县衙上下询问调查了死者的生前关系 尤其是仇人 以及利益相关之人 但归总发现 所调查之人 均无作案事件 亦无杀人条件 与我四季与你情生 与流年去匆匆 与你花前尘封相拥 与我换人重复旧梦 与你暖云与我浓浓 与身与共 业暂无明显共通之处 自打来了信仰 又多多少少给大人添了不少麻烦 我要谢谢大人 不必 反正我也是为了 为了向上官蓝交代嘛 我知道 我代哥哥向你道谢 大人 大人 不好了 怎么 河边又出事了 不是 您 还是亲自出去看看吧 贵请欢大人 莫要再查灯灰案 触犯交神 天人共悦 潘大人求你了 潘大人 不要再查 你真没法了 潘大人 莫要再查 你真没法了 莫要再查 莫要再查 启禀大人 启禀大人 昨夜那具尸体 已经查验完毕 如何 伤口和灯灰案上的尸体 毫无二指 定是恶交所为 毫无二指 可我分明记得 死者伤口血肉模糊 而灯灰案的死者 没有一丝血痕 这 小小的推断 会不会是 秋神爷爷 之前没人看着 就把血洗干了 但这次有人看见 就 行了 不用再推理了 下去吧 是 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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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生活了呀 潘大人 得想个办法 让他们安心呀 潘三已经被吓破了蛋 她的验试结果不可行 我们还是照着 agreed 一一比对吧 嗯 伤口位置跟卷宗所述一致 但如果仔细看的话 又不难看出区别 卷宗上记载的是伤口平整 而这一句血肉模糊 并且它伤口附近是肉色 但卷宗上写的是蓝紫色 这句尸体是伪造的 目的是为了制造惶恐 不让县衙查下去 昨日我追的恶交 看来也是有人在瞒天过海 浑水摸雨 你不觉得这样的手段 很是熟悉吗 跟在生死方 趁机杀死菜生小妾是一个路数 不错 看来有人 按捺不住了